众所周知,王一博和肖战近日先后拿下实力品牌代言,先是王一博在15号拿下日本潮牌EV数的全球代言人。 从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,代言后两天的品牌热度提升报表,超出100倍以上,远超12月所有新增代言的品牌热度14.8倍,真可谓是意气绝尘。 从品牌获得的声量中,王一博的热度贡献占比是99.7%,这是一博身为全球代言人实力的证明,肖战在20号成为国民乳业猛牛的品牌代言人。 代言后两天的品牌热度指数达到99.89,超过12月所有新增代言的平均值82.45。 从品牌获得的声量中,肖战的热度贡献占比是78.5%,遥遥领先于12月份。 所有同品类新增代言的平均值40.75%,肖战的品牌代言人,是继真果粒之后的猛牛双线代言人。 涵盖品牌旗下的所有产品,代表了整个品牌形象,以及品牌的文化输出和价值呈现。 肖战的谦谦君子气质和宝读诗书的才气,都是长在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上,让他代言这种国民乳业品牌是非常贴切的。 2021牛年一定牛,两人的顶牛位置当然会给品牌方,带来超高的关注度和流量,流量变现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。 喜欢他俩的粉丝很多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能力,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据很大一部分,牛奶要喝衣服也要穿。 在买东西时首先就会看看有没有战战一博代言的,理性消费的同时也支持了喜欢的人,何乐而不为呢? 期待王一博和肖战在未来,有更多的优质代言级作品,也祝他俩牛年快乐顺利平安健康。